第115集 叔叔 等我 等我长大 灵儿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张凡当机愣住了 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值得哭笑不得地目视着他们离去 尤其是在灵儿说出这句话时 白衣衣默然回首 忘来的满是别有意味的眼神 还有陡然加快的脚步更是让她无语 便是彩衣男子凤狂哥也不至于受这个待遇吧 哼 张老弟啊 你实在是了不起啊 崔仁和韩墨两人前来 正好听得了那句话 崔仁立马三步并坐两步走到近前 脸上肥肉震颤 小眼睛半眯着 闪出了老鼠一样的金光 真是要多猥琐有多猥琐 没好气地瞥了她一眼 张凡也没接她的话茬 转而目视起林森来 见她望来 林森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神色间还有一些颓然 见状张凡暗叹 林森其人的机缘 智慧和毅力都有 正是修仙的上好材料 可惜她的心中善念太重 从不愿意以恶意揣测别人的想法 受挫难免呢 这样的事情 在这些日子以来 她应当遇到了不少吧 否则现在也不至于如此的沮丧 当然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道心 信念 是人心当中最根本的部分 根本不容得别人智慧 也值得拍拍她的肩膀 什么也不能说了 明月高悬 已是深夜 三人一边聊着 一边缓缓地向着秦州筑地行去 便是此时 天柱气悬 已然不停地吞吐灵气 不增不减 一切恍如白昼 似永不止息的变化 在这般天地奇观之下 又有什么云层得以长久积聚呢 自然天高云淡 每一丝月华都分外地凛冽 清灰变洒之下 所有的一切都抹上了一层冷色 陡然生出了一份幽际之感 有一搭没搭地闲聊着 很快就来到了筑地之前 三人顿住脚步 崔人朝内里望了望 尤其是在六个华丽尊贵的帐篷上顿了顿 眼中的神色怪异 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忌惮 只见他迅速收回了目光 不敢多看 扭头道 张老弟啊 老崔和林师弟就把你送到这里了 你还是自己进去吧 说着缩了缩脖子 一拉林森告辞了 与白衣等人一样 同样起身飞往不远处的石壁上 很快分别消失在了其中两个不起眼的洞口里 他们的动作是如此之快 张帆都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 就已经人踪渺茫了 秦州前来交战的修士们 都有自己的临时洞府 并不住在这筑地当中 便是张帆也是因为第一次前来 先前行事又如此的高调 不得不先拜回一下诸位宗师 算是进一进晚辈的礼数 本来没有多想的 可是见得众人的情状 再看看眼前的筑地 张帆心中却无由来地生出了龙潭虎穴之感 便是那筑地大门 看起来也分外地像一张吞噬一切的锯口 仿佛正等着他自投罗网一样 随即摇头失笑 杰丹宗师是不好相处 但是也不至于如此啊 差点让这崔仁这家伙给带歪了 不再多想踏步而入 竟只走向了六个帐篷的所在 一路行来 偌大的筑地 白日喧嚣不再 反而显得清冷无比 甚至比外边的荒野还显得苍凉几分 荒野之中至少有花木错落自然美景 偶尔还能见得鸟兽的踪迹 多少也有些活气 不比此处 除却几顶帐篷 树堆篝火之外 便什么都没有了 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在扩散 导致所有的活物尽数匿迹 不敢进钱 至于什么守夜暗哨之类的 就更是没有了 杰丹宗师驻扎的地方 哪一个胆上生毛赶来找茬的 自然都是省去了的 除却张凡和六位杰丹宗师之外 此处也并非没有其他人等 毕竟杰丹宗师们 也不是个个都清心寡欲 一心苦修的 也有不少另有娱乐 少不了有人伺候 所以显得没有人气 不过是因为 那些人都集中在 其中的几个帐篷当中罢了 这些帐篷 别看外表上看起来 不过华丽一些而已 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其实那里大有玄妙 别有乾坤 乃是幽州大派 玄天门外寿的一种 著名法器 这种法器 与多宝阁的林泉之境 矿洞之中的 林森所得的 仙境同住一样 都属于 洞天伏地的法器 不过眼前的这几个帐篷 更加高级不少 这些东西 专为义乐所设 而且价格不菲 流传不广 六位驻扎在此的 邪丹宗师 当然没有 正巧人手一个的道理 也怕是 多宝阁等六大商行 专门献上的吧 至于他们 到底得了多少好处 方才如此卖力 那就不是张凡 能够知道的了 看着眼前的帐篷 再联想一下先前 雍良驻地见得的食物 张凡不由地感慨 这有钱的和没钱的 就是不一样 由秦州六大商行 这几个大金主来支持 秦州一方的修士 这气派便明显不同 来到六个帐篷之前 张凡也不去分辨 哪几个是本宗门的宗师居住 只是还着行了一个礼 尊敬地说道 弟子张凡 拜见各位师叔 虽然四周没人 他还是直礼恭敬 没有丝毫的不敬之处 这倒不是因为 他对这几位结丹宗师 有什么恭敬之心 不过是先行一步而已 还不值得他如此 真正让他不敢怠慢的是 一经走入驻地当中 就有了一种被窥探的感觉 当时心中便是一领 小心翼翼地放出神识 查探了一番 却一无所获 直到来到了这些帐篷前 那种感觉愈发地强烈 这才肯定了他的来处 这就是境界和修为的差距了 结丹和助击之间 像是一道巨大的鸿沟一般 对方这样肆无忌惮地打量他 他却发现不了对方的所在 若是彼此比较个高下 仅这一项就大大的对自己不利了 其实张凡能够感觉到异常 已经是远超出同节修士的灵觉了 中间更有惨烈厮杀异常导致的敏感 否则一般的助击修士 哪里能察觉得到 杰丹宗师对自己的窥视呢 张凡说完这些话 帐篷之中并没有马上回答 助底之中一是沉默了下来 显得气氛愈加的凝滞 让人无法呼吸 怪不得催人等人 如比蛇蝎一般忙不迭地逃掉呢 张凡真是好胆啊 杀人都杀到人家杰丹老怪的门前了 少请一个不变男女老少 阴阳怪气的声音忽然传了出来 也分不清来自哪个帐篷 就这么不停地回荡着 却又不会散播远去 好似四周的空气凝结成了一间窄小的房间 把所有的声音都禁锢其内了 别人是老怪 你又是什么呢 张凡暗暗赋斐着 却闭口不言 并不敢接话 此人的语气似乎有点问题 不过张凡注意的却不是这个 而是他话里透露出的一个信息 哪怕是杰丹宗师 若是不特意关注 强行将神识放出 否则也绝不可能了解的 那么远的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 十之八九和先前一样 都是在以神识窥探着 只不过当时张凡专注于厮杀和战斗 没有注意到别人对他的探视 他没有注意到 可不代表食屋之中 对方的接旦宗师也无法察觉到 他们想必是知道的 所以才隐忍着没有出手 否则 哪怕张凡不主动挑衅 他们也可能暗自出手 教训一下他了 只是那样的手段 必然瞒不过自己秦州这方宗师的神识 毕竟这是小辈儿间的事情 还是不要涂惹人笑的好 也就咽下了这口气 任由张凡离去 也就是说 无形之中 这几位结旦宗师 已经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了 张凡正在斟酌着 是不是要感谢一下对方的时候 那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再次传了出来 此次却能清楚地分辨出 来自于对面其中的一个帐篷 短短的几句话 如洪流冲刷一般 从中轰然而出 结旦宗师的威势 显露无遗 哼 好威风 好煞气 连杀数十人 很厉害嘛 便是老夫年轻的时候 也要让你三分呢 仿佛被无形的波浪冲击 在听到声音的时候 张凡的脑子中懵了一下 旋即清醒了过来 眉头一皱 心中暗道 嗯 这话听着 有点不对 我那小鸡子 是不是也是这么被你捏死的 啊 最后一个字音 拖得长长的 仿佛深夜中的鬼哭一般 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嗯 小鸡子 张凡恶然抬头 这老怪真的跟自己有仇怨 不过这称呼 想到小鸡子这个叫法 他就不禁抖了抖 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隐隐更听得了其他几处帐篷之中传来了干渴的声音 显得也很是听不惯这个称呼 小鸡子 这样的称呼 用来叫小太监 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可是咱这辈子也没有见过 诶 等等 无数个念头在张凡的心中闪过 最终有一个名字在记忆的深处 几乎被遗忘的所在跳了出来 鸡无侠 无回谷当中 那个娇媚的男子 绣花枕头 一幅鸾铜像的鸡无侠 最是配得上这个名字 再加上小鸡 张凡略略低头扫过腰间 一个墨色玉佩悬挂 颜色略有黑暗 略是先前使用过一次 灵力已经不足的缘故 想必就是这个原因了 张凡暗叹了一口气 早知道这个老怪在这儿 他就不敢使用这墨玉佩了 不过其实也没有差别 当年希若就说过 会将鸡无侠死于他手上的事情 上报给他们俩共同的师父 结丹宗师 阴阳老怪 明白了因果 心中顿时平静了下来 稍稍沉吟 便明白了现在的局势 若是这个阴阳老怪 真打算替那个小鸡子报仇 就绝对不会在 法相宗的结丹宗师面前 显露出这个杀意 不然怎么能报成仇呢 这明显只是借此泄愤而已 可是即便如此 张凡也没法接口 总不能说 您的那个鸾铜的弟子 的确不怎么样 还真是我一下子捏死的 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见张凡不开口 阴阳老怪似乎更是气愤 一声冷哼 直阵的空气当中 波纹引线 哼 小子 天高地厚可知否 天高地厚 张凡轻笑 默然抬头 坦然回道 天再高可月 地再厚可破 若无此心 我辈还修什么仙 修什么道啊 说这话的时候 张凡神情平静 与其坚决 哪怕面前皆是 阶旦宗师 依然侃侃而谈 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本就是他内心的 真实想法 又何须遮掩呢 好好 后生可畏 阴阳老怪沉默了一下 随即开口 语气 却与话的内容 南辕北辙 没有丝毫的赞赏之意 反而一片寒气 闻之血液为之一宁 如玉结冰一般 话音未落 一股气息 忽然冲天而起 旋即如 堤坝崩溃 洪水肆虐 轰然压下 没有气势压迫 没有灵力层次 不同产生的天然灵压 没有激起空气中 哪怕一丝的波纹 仅仅是单纯的气息 瞬间就将张凡包裹在其中 无形无质 无任何杀伤力可言 不过 这是一生经历 痛苦 挣扎 奋斗 辉煌身份 地位 结合在一起 融入血脉 灵魂之中最终化生出的一种感觉 他每个人皆有 每个人不同 在修仙者的眼中 辨别一个人真正的身份 靠的不是有无数种方法作假的面容 而是这独一无二的气息 阴阳老怪的气息就这么好保留地放了出来 瞬间将张凡淹没其中 一时间张凡只觉得 斗转星以恍若换了一个天地 眼前一片暗红黑鹤 狮山血海一般 弥漫浓郁的 如有同实质的血腥之气重斥 无形的煞气 杀意 不须显露 仅仅透过这些堆积如山的尸体 便仿佛在不停地痛苦地述说着 方才从狮山血海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眼前的景色又是一变 阴阳割昏小 黑白两色乾坤天地现出 置身期间 整个人好似被分成两半一半 这种感觉并非是肉体上的 而是发自灵魂以及内心深处 在那一刹那 仿佛所有被自己禁锢在心中 不敢触碰的欲望和情感 尽数爆发了出来 一个无形的声音 不停地蛊惑着自己 忽视一切爱与难 百无禁忌 似乎只要满足了无穷的禁忌和渴望 就能超脱彼岸 直至永生 一声突兀明显的吸气声 忽然在筑地之中响起 呼 仿佛要将所有的废气一概吐出 这一呼的声音 愈发地巨大 同时好似永无尽头一般 便是不远处的篝火 都被其呼出的气流 破开了咽头 也不曾停歇 微微一撤步 张凡从所有的幻境中挣扎了出来 脸上先是现出了一抹血红之色 随即退去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只有一股好勇核心之中的 冰冷坚持显露出来 勇猛精进 剑斩智固 百折不挠 只求我道 先前张凡修为心态 刚刚达到了平生的最巅峰 平息下来之后不觉 如今在阴阳老怪的气息刺激之下 木然爆发了出来 一下子将所有的外道 他想 充溃 摆脱了出来 只有心中坚持 只有手中利剑 心中坚持是路 手中利剑是账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便是阴阳老怪一生经历化身而成的气息 也未能在他的心中留下丝毫的印痕 咦 惊雅之声忽然响起 明显而不遮掩 清晰无比地从数个帐篷之间同时传出 好好 心坚如铁 剑匹四方 怪不到你小子如此狂傲啊 阴阳老怪沉默了一下 玄机开口说道 他似乎还有什么不甘心的地方 声音还在回荡交织 仿佛下一刻便会变换出别样的内容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突兀地插入 瞬间将所有的响动搅散 整个空气围墙 仿佛瞬间消散了一般 击聚了半嗓的声音倾泻而出 化为怪叫声声散开 无法分辨地分好 够了 阴阳 你还想对晚辈 再出手一次不成吗 声音如凛冽寒风吹拂冻结一切 四周的篝火瞬间如遇到天敌骤然收敛 偌大的火焰变得像是风中之竹相差无几 好似随时可以熄灭一般 阴阳老怪所在的帐篷也陡然安静了下来 声音的主人显然是将先前的气息试探当成了一次出手 阴阳老怪却也没有否认 每一个结旦宗师都非侥幸可为 那都是披荆斩棘杀戮无数 生生砍出的一条显途 每个人的经历 生平都精彩无比 拼搏之时的显觉 功成之后的地位尊崇养成的浩然 两者合一 这般的气息足以在心智不坚定者心中留下永恒的烙印 使其一生都无法摆脱 说是攻击也无不可 阴阳师弟不过是一鸾铜耳 死了就死了 跟小辈计较什么 场中气氛一时凝滞 少请一个声音从与阴阳老怪相邻的帐篷中传出 稀释宁人之意 显露无遗 张凡早知道阴阳老怪不可能对自己如何 至于像先前那样近似于考验的攻击 他向来不惧 若是连这点关口都挺不住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还修什么弦 求什么道 法相宗一方的宗师 怕也是如此看的 方才才没有最开始阻止他 张凡的注意力此时已经不在阴阳老怪的身上了 他此时的反应近乎于面子上过不去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倒是那个出面阻止的声音似乎听起来有点耳熟 到底是谁呢 果然 阴阳老怪不过是冷哼了一声 便再也没有说什么 驻地之中 已是沉寂了下来 恰在张凡正想是不是要告辞的时候 先前那个阻止的声音再次响起 张凡 你进来 声音传出的同时 一个帐篷的帷幕忽然卷起 露出了一个门户 是他 这一次 张凡终于听出了那个人的身份